这个大机器的原理跟小机器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穿膜有一点区别 这个我就不重新穿了 看一下顺序就行了 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把膜架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这里出来 绕过这根轴的外面 然后绕上去 穿过底下这根轴 然后下来 下来 下来之后呢 透过这根杆 因为这个是杆硬的那根杆 我一抬杆的话 轮子就会转 对是这个意思 然后兜过这根杆硬杆 再从这根杆的内部穿过 穿过之后一直拉下去 拉下去 到这个这根杆 到这根杆 从这根杆的下面穿过 再从这根杆的上面穿过 然后就可以穿入这个自带器里面 原理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绕膜的顺序会有一点区别